来了来了,烂片之王终于回来了,还完债的凯奇终于不再拍烂片了,这是他出演的第105部电影《天才不能承受之重》,更有意思的是他扮演的角色,就叫尼古拉斯凯奇,这可真是自己演自己。 影片里的凯奇已经是个过气明星了,没人愿意找他演戏,不过凯奇从来没有放弃,他不断地给自己洗脑,我可是兄弟,甚至还会和自己脑海中90年代的自己对话。 他苦苦爱求导演让自己出演的角色,大卫跟他关系很好,很自然地把角色给了别人,事业不如意,家庭关系也是一塌糊涂,跟女儿的关系越来越长,跟妻子更是离了婚,还欠下了大笔债务,难道这里凯奇的人设依然是收藏各种无用之物吗? 就连常住的酒店都将他举至门外,他已经欠酒店60多万了,凯奇终于服了,他答应了助理给他安排的总学,只要参加一个富商的生日派对,报仇就有100万, 最起码能回酒店了,凯奇感到羞辱,他可曾是奥斯卡男主啊,如今却落魄到这种地步。 他准备接完折弹,就推出演艺圈,去潇洒,去外国,举个屁的。 于是凯奇盯上了飞往西班牙的飞机,去参加富商哈维的生日派对。 可哈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被警方盯上的军火商人,更是绑架了某国竞选人的女儿,迫使他父亲推出选举,给适合自己利益的人让位。 警方在机场盯烧哈维,结果他的私人飞机下来的净是凯奇。 他们立刻怀疑到凯奇可能跟黑帮有关系,女探员准备从凯奇下手。 南探员牙都酸了,似夹子看见。 女探员在凯奇兜里放了定位器,从而通过凯奇追踪到哈维。 来到这里,凯奇也很好奇,富商让他来做些什么呢? 哈维是凯奇的死主,哪怕凯奇过去,他也从未放弃。 哈维这次找凯奇来,是想让偶像参演自己写的剧本。 不过不好意思直说,他只能让助理旁敲侧击。 面对颓废的偶像,哈维只能想点办法来激发偶像的表演欲。 他自搞自演了一场初步,和凯奇、嘎的都要酷出两时一听吧。 也许是为了百万报酬,凯奇也只能舍命被取责。 两人天天处得吃喝玩乐,就是大学严静。 随着两人不断对戏,凯奇甚至感觉找到了知己。 尤其听到哈维喜欢自己的那部电影。 前戏铺垫得差不多了,哈维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剧本。 就在凯奇等着哈维那剧本时,他却被警方抓上了车。 两人也没废话,开门见山,帮他们收集哈维的犯罪证据。 看到视频里被绑架的女孩,凯奇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他答应了协助警方。 为了救护被绑架的女孩,凯奇只能以身犯险,混在别墅里伺机行动。 在哈维的生日派对上,警方突然切断所有电源,监控设备在四分钟后才会重启。 而凯奇必须在这个时间里,把控制器插入监控设备,让警方得到监控画面。 过程中,一个守卫向监控是赶来。 探员让凯奇拿出鲜鱼要粘在手上。 只要摸一下对方的皮肤,他就会昏迷不醒。 还有三十秒,凯奇就只能躺在地板上躺哈拉子了,他必须回到第一个房间拿回解药。 守卫马上就要进到这个房间了,摇摇晃晃的凯奇只能从窗外爬过去。 有惊无险,凯奇还是成功地返回了房间。 靠着顽强的毅力,凯奇向解药的方向不永远,他终于成功地拿到了解药。 哦,for fuck's sake, man。 不过一个真正的演员,在听到开始的时候,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做出反应。 虽是烂片之王,不过他仍然是顶流演员。 为了顺利完成卧底任务,找出被绑架女孩,凯奇同意加入参演哈维的剧场。 警方通过监控发现了女孩可能会在的位置,就在凯奇前去查看时,哈维却拦住了他,俩人和了迷幻要出去找灵感。 这两人指定录下大略,可能入戏太深了。 两人晃荡了一圈反复别墅,女警探发来了信息,问凯奇是否找到女孩了。 趁着哈维睡着了,凯奇来到那个房间。 就在他敲门时,哈维竟然出现在身后。 看到房间里面的东西,凯奇的心脏都要停止了。 满满的都是回忆,不愧是凯奇的死忠粉。 整个屋子里摆放的都是凯奇的花边,是凯奇的周边产品。 凯奇甚至要花20万买走她的蜡香,她的癖好还是没有改变。 哈维的做法让凯奇有点愧疚,她不想再协助警方了。 她想被哈维研好这个剧本,可女警探又给她出了一招,再去本里加入绑架原则,这样就有机会查到女孩线索了。 哈维听到这个建议,都他妈疯了。 你是不是有啥他病,我这是温敬性。 女警探再次打了电话,她让凯奇马上离开,她的手机被人安装了窃听器,凯奇的身份可能已经被发现了。 凯奇离开准备逃走,哈维竟然出现了,她把凯奇带到了一个房间,哈维竟然生成凯奇中病,骗来了她的妻女。 凯奇更害怕了,相互有规矩啊,道上的事别牵扯到家人。 一家三口的交谈并不愉快,女儿很反感凯奇对她的教导,她不想变成像凯奇这样的人。 其实哈维是真心想帮助凯奇修复她的家庭,原来真正绑架女孩的人并不是哈维,而是她的表弟。 而表弟也知道了凯奇的身份,她的手下且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她更是怀疑哈维早就知道凯奇的身份,她早就对哈维不满了,只有她在努力工作,为了家族企业日夜奔波。 而哈维天天就是做正经买卖,她意想天开的要拍电影。 她给哈维两个选择,一个是干掉凯奇,一个是被自己干掉。 哥俩再次见面,气氛瑞显尴尬。 哈维决定更改剧本,加入绑架元素,让影片更为惊心动魄。 两人驾车来到一个小树林里,相互交换了一只鞋子。 两人更是惺惺相惜,相恨见弯。 可下一刻,两人瞬间剑拔弩张。 凯奇不愧是老油条啊,她竟然把两只金价偷出来了。 表弟早猜出来哈维不会动手,他派手下同时干掉两人。 一场追逐让火爆上沿,靠着急速六十秒的底子,凯奇车子玩得还算挺硬。 两人返回别墅,表弟就抓走了女儿。 派其跟女警探打去电话,女警探就让她赶快过来。 可女警探早已被控制住了,虽然她做出最后的反抗,也是通归于尽的下场。 潘藏面前的景象,90年代的凯奇又出现在脑海中。 哈维猜色表弟会把女孩关在修道院,不过那里有警卫看守,想偷偷进去不太可能。 但是表弟正在与另一个家族谈结谋,已经有十五年没人见过那个家族首领。 凯奇和妻子大摇大摆的子弟修道院,迎接他的正式表弟。 凯奇不要吓聊,还得使妻子比较冷静。 妻子的气势征服了表弟,表弟同意继续交易。 两人被带到了密室,密室离关押的正式两个女孩。 可凯奇脸上的破绽却引起了表弟的对应。 来不及考虑了,凯奇拔出表弟的手枪,挟着他放了妻子三人。 听说凯奇还留在里面,接应妻子的哈维直接冲了进去。 表弟掏出腿上的匕首,扎进凯奇的大腿,扳手将他打倒在地。 一点点撕掉他脸上的伪装,凯奇背下的开始狂飙台词,济显台词功底。 表弟都瘋了,这也太经验了,太热爱表演了。 趁着表弟慌神,凯奇抢下他手中的枪,还手打翻他和一名手下。 哈维也冲了进来,打倒一名手下,带着凯奇跑了出去。 手下拿着枪让几个女人下车,却被撞翻在地。 迷迷糊糊地再次醒来,又被凯奇一枪砍掉。 看着英雄般的影响,小女孩眼睛里满是星星。 几人驾车逃向大使馆,哈维勇敢地跳下车,他要阻止表弟帮助几人争取时间。 女朱莉也留了下来,他要陪哈维生死欲目。 这一刻的哈维,犹如电影中的英雄一般。 还好,哈维只是手臂受伤,并没有催泪的片段。 手下很快追上了凯奇,凯奇没办法只能倒车。 一辆大卡车刹车都没踩,直接顶翻了皮卡。 大卡车做好事故流明,车都没停便消失在茫茫人海。 表弟也紧接着追了上来,凯奇被逼得直接闯进了大使馆。 表弟也是疯了,跟着就追了进来,还用枪挟持住了凯奇。 女孩偷偷递过匕首,女儿捡起匕首便扔给凯奇。 二比表弟也不知道想啥了,就让凯奇接过匕首,反手扎在他的身上。 哈维的电影得到了一支好评, 凯奇再次获得了无数的电视,仿佛回到了曾经辉煌的时刻。 看完哈维以后可以做个导演了。 一家三口和好如初,凯奇的救赎之旅也就圆满结束了。 既然还完债了,希望没有压力的凯奇重回巅峰。 也希望他少花点钱,收藏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吧。 凯akes 红